像這種東西,如果假設每天都要抓這些資料的話 那如果你不會誠事說真的每天光要抓這些資料就花掉大概可能一整天的時間了 所以你光要做統計分析也許沒什麼力氣了 所以第一個的話我們先把所有資料抓 當然第一個你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當然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如果緊緝號的話一定是寬度不足啦 你可以把它稍微拉寬一點點或點兩下 我一般習慣是快點兩下 線上點,它就自動幫你調整欄寬的 那其實我們會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會發現它每一個什麼呢 每一個資料前面都會帶一個什麼 帶一個欄位名稱 有沒有1234,總共其實有四欄 那所以再往下捲動 後面又會多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的話當然只需要留第一次的 所以Ctrl向上,第一次有就好 後面其實是多餘的 所以你需要第一件是什麼 把什麼呢 把這個日期 如果日期開頭 的 什麼呢 這一整列 就把它刪掉 那怎麼刪比較快 當然你又不是說這樣 你就處罰煉鋼 所以第二個 又是遇到第二個也是一樣 所以像這種處理 總共應該有64頁 也就是你有63個這個東西 需要刪除的 那當然如果用人工 太浪費時間了 所以有什麼方法 當然幾個方法 不寫程式有沒有什麼好方法 第一個你可以用什麼 這邊Ctrl C Ctrl F C 的話呢 就是複製日期 Ctrl F 的話 就是尋找 也是這樣 尋找 然後你可以全部尋找 它一樣會幫你把它全部找到 那裡面應該會列出清單 總共應該是64個 那保留第一個 第一個不要刪掉 如果假設 你要這樣刪 不寫程式的話 你可以用尋找 那把 除了第一個以外 其他找到的 把它按SHIP鍵 把它選起來 那把它刪掉 跟各位講 不是按Delete 如果你按Delete的話 它只會把這些刪掉 並不會 把那個列給刪掉 那怎麼樣把整列刪掉 最簡單的方法 常用裡面 刪除 這邊就有什麼 刪除列 刪除工作列 記得要從這邊才可以刪 記得要留下第一個 其他 除了第一個以外 選起來 然後呢 把它怎麼樣 把它刪除列 這樣子的話呢 應該就會把 多餘的列全部刪光光了 你會發現底下應該就沒有了 OK很快 而且自動會幫你把它 移到上面去 OK 好 那這個是第一個 我們就把多餘的 列給刪除了 那當然 你想說老師 如果我不用剛剛的方法 我可不可以寫程式 當然可以啊 寫的程式 如果寫 跟各位講一下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雲端白板上面 寫好的程式 這一段在哪裡 這一段應該是在 第5頁的地方 刪除日期 列的 VBA 在這裡 這一段 那跟各位講一下 程式碼基本上 一樣是 有五行 那 他做了什麼事情 特別注意啦 首先裡面的邏輯 一樣是 去 判斷什麼呢 如果 A欄裡面的 資料 等於日期的話 ZAN 就把那一列給刪掉 所以 大概做的 動作 不外乎什麼 就是 給範圍 所以 如果我 假設要寫一個程式的話 那這個程式 第一個呢 我先把這個 剛剛寫完這些把它刪掉 OK 其實是可以一鍵完成的 然後呢 我們可以先把多餘的列給刪掉 那所以 再來就是 增加一個所謂的刪除列 那範圍的話呢 就是 For i 等於第幾列呢 比如說向下追蹤 理論上應該是 從第2列 到 向下追蹤的話 就是從 A1向下追蹤 A1向下追蹤 到了列 OK 然後呢 如果呢 假如說他的那個什麼 儲存格等於日期兩個字的話 那就幫我把那個列給刪掉 OK我們來看一下 那所以這邊的話 基本上程式寫完了 然後執行 多學一個東西啦 那一個列 這個地方的話 多學一個就是所謂的Rose物件 哪一列的話就括弧裡面 給他一個數字就可以了 OK然後Delete就是把那一列刪掉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我設個中斷點 執行 這個時候的話 i等於第92 看一下92有沒有 Ctrl向上 然後往下找一下 捲動一下 92是不是日期 對 所以他裡面就放日期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要做什麼動作 把它刪掉 所以呢 只要你把 Rose裡面 加上一個數字 他就會把那一列刪掉了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有沒有看到 執行 有沒有發現 這一行執行的話 那92的那個有沒有 資料就怎麼樣 不見了 然後呢 底下的東西就往上 OK那以此類推 所以其他的話 就直接把它全部執行 中斷點我拿開 執行 那你會發現 理論上的底下 應該就沒有 日期 列的存在了 OK 所以第一個 我們就完成了 那第二個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第二個的話呢 再來 我們 就是要 再解決幾個問題 哪些問題 你會發現 這個格式裡面 還有哪一些有問題 比如說 這邊的日期 這個應該才是正確日期 可是上面這個日期 好像是錯誤日期 所以理論上 我們應該怎麼樣 如果把底下的這個日期 看什麼 複製貼到上面嗎 然後呢 再把底下這兩列 多餘列把它刪掉 但一樣 如果你假設用人工來處理的話 那這個可能弄到下課都弄不完 所以 這個地方我們需要 一樣 做程式撰寫 請各位先試試看 如何做那個 所謂的 刪除 多餘的日期列 畫面先畫給各位 一段就是說 複製日期 什麼叫複製日期 我們的需求是這樣 所以剛剛這一段在這裡 所以你們找一下在這裡 第六頁這一段 現在第2段是複製 複製日期的需求是這樣 就是當我 我要抓的是什麼 這一列 跟哪一列 所以2 5 8 這個是我要 我要放日期的地方 那從哪邊放呢 從它的下面幫我複製上來 有沒有 所以呢我的需求大概是這樣 就是 把原來 這個是我要放的目的位置 從哪邊放 從它的下一列放 放上來 所以以前的做法可能就變 Ctrl C 然後Ctrl V貼上 有沒有 貼上之後的話 再把這兩列刪掉 對不對 那問題來了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你恐怕做到下課 可能做到晚上都做不完 因為它現在Ctrl向下 5000多個 天啊 怎麼做得完 所以 如果你假設要做這個動作的話 那我是建議你跑個 跑個回圈就OK了 那回圈的方 方法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的話 就是這一段程式啦 因為時間關係 我把這個 先 先把它run完好了 那首先的話呢 我怎麼知道說 我現在的 這個列 因為它其實是 每隔三個 有沒有 這個是2 5 8 有沒有 那也就每隔三個 那我怎麼每三個跳一次 其實這個地方你可以用MOD MOD的話就求余數嘛 求余數的話 那 每隔三個的話就MOD3 那 當我怎麼樣 當我現在等於 I如果減掉2 減掉2是它自己的位置 就是說呢 如果當我現在 I的值啊 假如減掉2 減掉2的話 就是現在 這個位置 是第2列嘛 第2列 減掉第2列 那就0 0MOD3 是不是等於0 4 如果再下 下三個就5 5如果減掉3 那就3 3MOD MOD3 意思說 除以3之後的余數 是不是為0 4 有沒有 因為整除嘛 那再來就8 8減掉2 8減掉6 6 除以3的余數 是不是為0 對 所以你會發現喔 用MOD多少 它就可以跳幾個啦 所以MOD在這裡是跳幾個的意思 OK 好 那如果假如說呢 我們現在要找的位置 找到了 指的就是這個 這個位置 跟這個位置 2 5 8 有沒有 那我要做什麼呢 幫我把底下的 什麼呢 底下的資料 複製上去 複製要怎麼複製 特別注意喔 複製的方法 就是把後面的東西 再把它複製上去的意思 不過這裡的話 比較麻煩一點 我們 目前 現在所在的那個列 等於什麼呢 等於後面這一串喔 這一串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它的下一列的 寫法 那所以呢 我先弄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這樣弄完的話 它應該會把下面的資料 複製上去 有沒有 結果好像跟我想的不一樣 還有一個地方會出問題 你會發現奇怪為什麼這個上面的東西 結果不一樣喔 我看一下是不是格式的關係 按右鍵出的格式 日期 它的格式喔 OK 所以你們 我先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我們看一下 這個地方 寫的方法應該是這樣 其實蠻簡單 蠻直覺的 就是我們現在所在的列 就是在 A欄的第 I列 指的是這個位置 那如果說呢 我要把下一列 的同一欄 下一列同一欄就是把 I加1就可以了 就是指的是 下一列 OK 比如說第二列 加1第三列 就下一列 的同一欄 那就A欄 OK 如果所以 假設 執行這一個部分的動作的話 你會發現 資料就被複製上去了 所以我剛剛已經把它執行了 然後再來下一個 比如說下一個應該是 第幾列呢 第五列 第五列這個 那如果執行這個動作的話 他就把下一個 第六 A6的資料 複製到 那個 A5 執行看看 有沒有 他這個地方 就把它複製上去了 OK 其他動作的話都一樣 所以把它全部執行 你會發現 這把底下的 複製到上面去 OK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只要把什麼 把它底下 多餘的這兩列 刪掉就可以了 刪掉 有沒有 這邊刪掉 然後呢 底下就把它刪掉 然後把它刪掉 把它刪到什麼時候 下課都刪不完 所以一樣 這個地方 如果假如呢 我們要用程式來完成的話 不過可能要特別注意一點 刪除的時候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說 它刪除 刪四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底下的列 會地補上去 所以它的順序會亂掉 那也是因為這樣關係 我是建議 如果你要刪除列的話 請你把它 顛倒刪除 也就是說 你不要從上面刪 請你從最下面刪 也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從底下 這兩列開始刪 你會刪除這兩列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並不會影響 這個其他的 列的順序 那怎麼樣顛倒刪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是有把它放在雲端上 所以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把 這兩個 所以 在第六頁這邊 刪除列的部分 我把它放在 我們 這邊底下 刪除列 那你會發現 刪除列的話呢 記得是顛倒 所以呢 從最下面一列 向下追蹤 應該是5755 所以追蹤到5755 到哪一個地方呢 到第四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現在刪 還要保留 前面的 那中間呢 記得要間隔三 因為每三個 跳一個 不然的話 你如果刪 每個都刪 那全部都刪光 所以step 記得要加一個 負一 然後刪掉目前的列 跟它的什麼 它的上 上一列 所以意思說 先刪掉什麼 刪掉這一列 再刪掉它的 減一的話呢 表示它的 上一列的意思 所以執行完 理論上應該全部都刪光 我看一下執行 好 理論上的話 不過它這個執行的速度 有的時候因為那個 列數比較多 它會花比較多時間 但是一定還是比人工快太多了 OK 那這樣的話 理論上我們就 把 需要的資料給整理出來 但是其實這樣OK了嗎 其實還最後 差一個步驟 什麼步驟 把逗點 剖開來 剖開的方法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用資料裡面有個資料剖析 有沒有 也可以把它剖出來 OK 當然我如果要把它寫成VBA該怎麼寫 那因為今天時間關係 今天的話也許你們就先 不用交作業 先把這個檔案儲存起來 那下一次的話呢 我們就把 剩下來的部分 全部講完 那我們就可以 把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再來統計 就是大樂透的 這個 歷史資料裡面 到底 哪一個號碼 出現的 機率會是最高的 OK 好 那 今天的話原則上就 先到這 之後的課程 可能慢慢各位要有點心理準備 後面 基本上都會 是跟VBA 比較有關係的 所以請各位回去 也許在 程式部分 再花一點力氣 今天的部分 就 先把它存檔起來 我是建議你把它存在學生碟 如果你是用這邊的電腦的話 就好